人生如逆旅,我义是行人,大家好,欢迎收看《国学心旅》,今天分享的是农村的长寿老人常说,人过六时,两不交两不碰,到底指啥,能做到其中一点,就能安详晚年,点个订阅,共同感悟。 树有枯枝败叶,人有衰老林中,自然万物都有生存生长的规律,然而,对于百姓来说,更关心的就是寿命如何长久,人到六时,基本把该经历的都经历了,该品味的也都品味了,不管什么话都能听得顺耳了,同时也更加能辨明是非曲直,看透人生,所以六十岁的人。 要顺心而为,听得进去劝告,保持平和的心态,不交言,在六十这个年龄段,很微妙,有工作的人,接近退休,没有正式工作的人,也知道自己要休养生息了,可是,人越是到这个年龄,心态越有些不平衡,有很多话,不管是恰当不恰当,合理不合理,我们都想好好地说一说,掏心掏心, 毕竟,走过了大半辈子,有些资历,有些阅历,也有些身份和地位了,可是,转眼之间,我们一晃就老了,所以,有些心不甘情不愿的话,我们就可能不顾场所,随意地说了,但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 年老是历史的铁定规律,也是我们生命轮回的不变法则,我们只要好好遵守它,好好地面对它,有些话,我们还是不要说了吧 自暴自弃的牢骚话,人到六十,是退休的年龄,更是开始安度晚年的开始,这样的年龄,其实,说老,也不会太老,有人说,退休,正是花开第二季的开始,所以,人到六十,我们还有很多事情,值得我们好好地去做, 在这样的年龄段里,我们最怕开始自暴自弃,比如说,老了,我准备等死的了,或者说,我老了,啥也做不成了,没意思,等等 其实,人到六十,最怕意志消沉,最怕自暴自弃,一个人,发牢骚的话说多了,必然会让自己的人生变得暗淡,变得无聊,这样,我们就会老得更快,甚至,疾病也会更快地到的 所以,自暴自弃的话,对我们打击太大,我们打死不要说 对家人的恶毒的话,人到六十,家庭的温馨和快乐,非常重要,人到六十,开始有点啰嗦了,有的甚至喜欢婆婆妈妈地说着说呢 其实,这也是一个人到一定年龄的正常现象,我们尽量克服就可以了,人到六十,我们最怕会说一些恶毒的话 比如,我死了,我杀财产也不留给你,你这老不死的,你都多少岁了,还天天吃香喝辣的,赶紧给我死去,等等 抱怨爱人的伤心话,人到六十,最怕孤独和寂寞,所以,人到六十以后,我们的爱人都可以成为老伴的了 既然是老伴,我们就要懂得好好珍惜自己的爱人,好好的和自己的爱人共度余生 用自己的爱,和爱人力黄昏,询问爱人周可温,只有这样,夫妻俩才能相濡以沫,共度余生 不交恋,老话常说,钱越借越薄,感情越借越大 其实,人一旦到了六十岁,就相当于是晚年了,有很多事情已经不是自己能够控制和解决的 人一旦到了暮年,威严不在,地位不在,说的话也就变得没有那么举服轻重了 所以人一旦到了六十岁之后,就要想办法平淡一些 利益本身就是相互的,一旦你没有了价值,那么就会很少有人来追捧你,来重视你 人到六十,身体老了不说,思想和能力也都慢慢退化 这样一来,你没有了多大的价值,别人怎么会和你互惠互利呢 所以,一旦到了六十,就不要和别人交利益 因为你的能力已经得不到重视了 如果你想靠着自己的资历和年龄去交利 那么换来的可能就是轻视和不重视 这样就是一种自讨苦吃 如果换作是年轻时候的你,可能会转头就走 但你现在已经六十了,就不要去强求自己 看看一些也学会对身体更好 不碰有害健康的事 我们的幸福,十分之久建立在健康之上 只要健康,一切都是享受的源泉 人到六十,越发能感到健康的可贵 千斤万斤都不如一个健康的身体 六十岁以后,身体素质不如年轻的时候 不能再毫无顾忌地挑战身体的底线 人到六十,不要再碰烟酒了 烟酒除了满足人们的口腹之欲 百害而无一利 人到六十,饮食不能再饿一顿饱一顿了 少碰大鱼大肉,多吃一些清淡的食物 人到六十,不要再一坐坐一天 经常出去散散步 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身体会更好 远离烟酒,健康饮食,合理作息 适当运动,才能拥有一个强健的体魄 晚年才有幸福的资本 不碰沾惹是非的事 不是是非人,不惹是非事 前半辈子各种是非不知道经历了多少 六十岁以后,是是非非看得更加分明 也更要远离是非,才能获得内心的平静与安宁 很多人退休后,无事可做 喜欢聚在一起谈天论地 打听别人的隐私,四处传播,以此取乐 殊不知,三人成虎,说一些乱七八糟的八卦 很有可能对当事人造成不可磨灭的损坏 论语,有言 道听儿徒说,得知弃也 人过六十,要远离那些说三道四的是非人 更不要碰沾惹是非的事 不要强出头,不要乱说话 装聋作哑假糊涂,半醉半醒明白人 人到六十,慢下来 柴米油盐半辈子 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 当我们走向六十岁,忽然发现自己真的老了 白发一搓一搓,皱纹深深浅浅,都不敢面对镜子了 曾经那么努力的自己,什么都一睁高下 最后才知道,是你的,总会来,不是你的,求也不来 人啊,有时候不得不认命,与其争来争去,不如顺其自然 都六十岁的人,就要学会做减法 把一些注定无法实现的理想目标都慢慢放下 把烦恼统统忘掉 还有自己的成绩也忘了吧 其实,过分追求什么,是心中的欲望,是烦恼的祸根 留在身边的好好珍惜 注定要走的,学会放手,往后余生 用顺其自然的心态,过自在安然的生活 对于农村老化,我们听得最多的估计就是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我吃过的言比你吃过的饭还多了 毕竟当初年少不懂事 对老一辈的话,基本上都是左而进右而出的 只有自己经历过,跌过跟斗以后 才深刻体会到这些老话的意义 但是事实上,老人给我们说的 都是从他们走过的半生当中 总结下来的生活感悟 是啊,人进六十 我们一晃就老了 老,其实不是一种悲哀 而是一种喜悦 是一种健康的生命走到后半生的正常轨迹 在这个年龄段,我们要好好珍惜 我们要好好地享受这个年龄的深秋色彩 懂得用我们的稳重 优雅 淡薄 去迎接我们大自在的退休生活 才是开启我们生命长度和生命宽度的真正模式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 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 欢迎持续关注 点赞订阅 开始 大家可能会有その天赞订阅